那本期我们就正式该死 欢迎大家来到Gardenlabs佳林实验室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以太坊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智能合约 那么因为以太坊从出现到现在 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很多年的时间了 它整个的变化也比较大 还有就是现在你们所听到的 所有的关于Wive3的先生的知识 以及说他可能做到实现的一些什么功能 等等其实都是因为有了以太坊 才会有整个的我们所理解的web3的产业 所以搞懂什么是以太坊 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你入门 web3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大概内容其实跟之前的结构是一样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以太坊的翻转过程 以及它核心的运行运行原理 然后我们看里面以太坊上面 这个智能合约是什么 以及有一些什么样的成熟的应用场景 还有就是未来的2.0升级之后的一些可能的变化 以及一些新的机会 但最后还有一点 这个有一些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些认知的误区 是一些小的小的技巧啊 好那首先我们说以太坊的起源啊 那首先其他的创始人就是一个很具有传奇色彩的天前少年啊 我们习惯性把他称之叫威神啊 他是一个俄罗斯人啊 维塔利克 那么他创立以太坊的时候只有19岁啊 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去做编程开发 然后是他的父亲啊 这个给他介绍了比特币啊 然后由此他才开始去沉迷到整个区块链的网络当中来啊 导致到他去创立以太坊 呃 实际上以太坊是2013年10月份 他正式去发布这个白皮书啊 整个主网上线 其实到15年的7月份 他的目标呢是希望做成下一代的加密货币与去中心化的应用平台 简单理解呢 实际上他想做成一个世界计算机啊 就通过集合链这样的技术啊 分布式的技术 那如果你看过上一期的比特币的这个知识 其实你就会知道 以太坊的诞生一定是离不开整个比特币的发展的啊 它是2009年啊上线 所以也就是说在比特币稳定的运行4年多的时间啊 这个维他里克才正式的去发委员法啊 因为呃 维他里克其实也是最早实际上是在比特币的社区里是非常活跃的啊 他自己还专门写先用的博客去分享一些技术的一些呃 求关系技术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讨论探讨等等 那如果你去了解比特币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比特币呢 他只有这种呃 代币的转账的这种功能啊 他其实然后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所以说在比特币的诞生之后啊 当开始有一大批的这种技术即刻啊 都开始沉迷于此的时候 他们都还在都开始纷纷去探讨说 哎 基于比特币说隐身的这个 修罕连技术还能干净什么啊 实际上 以太坊不是这个唯一的一个去探讨这种智能合约或者说世界计算机的这种思路的啊 其实还有很多的项目 只是说以太坊应该是在那一批当中啊一直生存下来的 而且也是目前发展最好的 那么呃 如果对比比特币的话 我们就说 比特币他只能实现的就是啊 依靠整个的这种分布式的区块链网络 然后实现的是这种代币的相互的转账的影响功能 那么然后 以太坊实现的其实就是可编程的区块链啊 如果我们把比特币定位成区块链1.0 那么以太坊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2.0啊 但实际上从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啊 确实也是这样的 所以以太坊它本身也是具有话词带意义的啊 那么嗯 对于我们这种不懂技术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 你可以把它定义成是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啊 就像我们PC端的Windows啊 Linux 然后手机端的安卓LS一样啊 它是一个呃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个整个分布式网络上面架设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在这个操作系统上面 你就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应用了啊 因为这个操作系统它里面是支持这个图灵完备的语言啊 我们把它称之叫EVM 然后在这个EVM之上 它又专门的有一个高级的编程语言叫Solidity啊 它可以对比成我们在网页开发端的啊JavaScript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设计各种各样的啊啊 就发挥你的这种想象啊 或者说可以对标我们现在的PC的应用手机的应用 你可能会开发各种各样的有可能的实现的这种 去中心化的应用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Dapp啊这个D啊 其实就是DecenterLine的Application啊 就是去中心化的应用啊 这个是完全把它对标成的 因为如果你知道TuberLine是什么 你就知道它的特点其实就是分布式 完全去中心化的 那么它是可以去 不需要任何的信任关系的完全去中心化的啊 那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跟我们现有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以太坊 它希望去实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一个目标 好 那么它在13年13年去发布完毕书啊 然后14年呢正式去募资 它整个的发展历程呢也是经历过很多阶段的啊 而且实际上其实它也并不是一帆不顺的啊 首先从它最开始募资确实募了很多募募了三万多个比特币啊 但是当时的价格肯定没那么高了 但是也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的厉害的一个项目了啊 但是过程当中它其实也出现过比如说像道分叉啊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以太坊那实际上之前的啊还有现在还存在的叫etc啊 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应分叉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另外它还曾经啊遭受过非常强烈的低调数攻击啊 我们如果大家啊经常上网或者自己做过网站应该知道 低调数攻击是非常的吓人的啊 那可能直接把你整个网打瘫痪啊 那么它其实整个以太坊的开放团队呢 也就是不断的去更新迭代升级才维持到现在的状态 按照它自己的这个白皮书的设计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大概分成了四个阶段啊 分别称之为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前沿家园大都会以及宁静啊 就在这两天啊以太坊应该就要正式的进入宁静阶段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2.0啊 这是以太坊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次升级啊 这个我们到后面会大概介绍一下啊 那么前三个版本呢 其实都是不断的去在这个往新优化啊 比如最开始的干妈上线前沿阶段啊 那时候它可能只是有一个呃 POW机制的这种挖矿啊 那可以不断的去这个挖这个以太坊这样的代币啊 然后有些人的转站的功能 然后到后面加元才正式的主网上线 然后到后面大都会啊 大都会里面又细分成半战型升级 居士坦丁堡啊 然后伊斯坦布尔应分叉啊 这个都是每一个阶段呢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 尤其是像大多个阶段 比如像半战亭 那么它是升级之后整个的区块奖励 有五个以太坊变成三个以太坊 然后军事坦丁堡啊 又从三个变成了两个啊 伊斯坦布尔 而且又增加了一个叫ER 这个 EIP 159 这个就是可以去消耗这个盖子费去销毁整个以太坊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它其实是经过不断的迭代更新才去发展到我们现在大家是看到的 好 那么然后我们就来呃 分享整个以太坊的运行原理 其实以太坊本身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把理解为就是基于原有的比特币说 所证明的一个分布式的区块料网络 然后它增加了一个就是图灵完备的开发语言 就是这个EVM 那么这样的话 它在这个网络当中就可以运行很多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 这个比特币呢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所以说以太坊最开始成立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它的共识机制还是基于PUW的 所以到现在都含有挖矿以太坊挖矿 那么现在呢 大家大部分都是用的叫GPU挖矿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显卡挖矿 那么每个区块啊 现在是已经降到每个区块有两个以太的这种产生 但很快可能过两天就会变成POS了 那就就不会有这种矿机这个说法了 那么如果看过我们上一期的大家知道 它整个挖矿的过程 其实就是整个的修复链产生的过程 它是所有的每一个节点各种矿机一起去计算 去运算 去运算整个的喀西去争夺这个激将权 然后你争夺之后 增到之后 那么你争夺这个区块权之后 这个出块的奖励就是给到你 这个现在是两个以太坊 然后每一个这个那以太坊 这个块里的信息呢 就跟比特币就有点不一样 比特币上面呢 每个块里的信息 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转账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账本嘛 那么它本身它目的就是为了去做成一个电子货币 这样一个应用场景 所以它其实核心就是账本 就是转账 谁多谁少 这是一个块里面所记录的核心的信息 那以太坊呢 就因为它有这种图灵完备的这种变成语言 那么有这个EVM这个虚拟机 它就可以解释更复杂的一些程序 你其实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你所使用的网站 用的APP 包括现在你在看我们这个直播 其实你用的都是这样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呢 只是说它在中间的服务器当中去解析这个应用场景 相当于我在这里直播 然后把我的这个视频的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到这个B站的中间的服务器当中去 然后它又通过这个服务器 连网络发送到你的PC端 你在客户端上面去 这样你就看到了我这样一个直播的内容 那么它在服务器里面 会有这样一个运算的 把我的信号拿到之后 它有相应的运算的机制 然后因为比如你在看它去算 还是哪个账号 在看然后谁再打开再发给你 那以太网其实同样的 只是说它是在 区块链网当中去运算这个东西 所以在每一个运算 当用户通过Dapp这个前端去使用Dapp的时候 它会发送前运的指令 然后这个虚拟机去进行运算 把这个计算的结果放到链上 然后最后反馈到你用户的前端 所以这个整体的运行原理 其实跟比特币的PUW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个里面块当中 所包含的信息会更多 它能处理的东西就更多 这个就是比特币现在的 这个核心的运行原理 那么因为有了这种Dapp在里面 所以我们又可以这样从产品层 从我们现在看的APP段 大概就这样分 就是在定乘 那它是你通过Solidity语言去开发的 可能某一个Dapp的应用 那这个应用呢 但是现在没有 我们可以想象 比如说你现在手机里面 你可能有这个微信聊天的 有B站看视频的 还有可能这个订机票的 买东西的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应用场景 然后它通过API接口 的方式去传输到整个的以太坊 这个区联网络上去 然后进行一些通过虚拟机 实现这整体的运算 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肯定 都上过计算计课 那么如果你计算计课 最开始我相信大家应该最先都学一个 就是二星之计算 就是0和1 实际上我们自己在我们 现在的任何一台电脑 其实都是它计算机所认识的 都是0和1的语言 那么我们所有的所使用的应用 使用的东西 其实你都需要通过程序语言去 开发出来之后 然后通过这个虚拟机 把它解释成0和1 然后交给计算机 然后计算机去运算 算出来的样的结果 其实区块链本身也是这样的 只是说它是分布式的 那么它就拥有了 这个去球进化的这种特点 不可创改的行业的特点 然后它就TTP网络 就是每一台每一个节点 你可能都需要去同步行业的数据 这个是整体的底层的 它整体的这样一个运选机制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把 区块链网的这些核心的优势 或者特点发挥到了最好 确实的话 不需要任何的中间机构去帮你去 添加这种信任 然后也这个可以 你是不能修任意 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去修改 哪怕是你是开发者 好 那刚提到了很多的这种词 就是the app 去中心化的应用 那这个整个的以太坊 这个虚拟机里面当中 有一个核心的创新 或者核心的应用 其实就是智能合约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这个概念 其实也很早 就是1995年 有一个叫尼克萨夫的人 他有提出了智能合约这样一个概念 他的说法叫以数字形式定义的一个承诺 那么合约的参与方可以在上面去执行这个程度 这个协议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协议 那么 然后 他是我们提前设定好的一套程序 放在那里 他就会自动进行执行 顺便再提一下这个尼克萨夫 其实也是我们在上一次介绍的加密朋克成员 所以说整个嘉密朋克这个有有建筑或者这个社区里面都是一些这个技术的高手啊 那中本中几十兄之一 那么他这些人创造出很多一些新的发明出现新的应用或者新的语言新的技术啊 那么只是说Vitalic把这个应用真正的实现到了区块量网上来 好的 然后我们再回问简单的去跟我们传统的这个线下的这个这个合约稍微的对比一下 就是我们的传统合约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那要借钱 那比如说我要向你借一万块钱 那么 如果我们很熟啊 或者说我们可能认识很多年 那么可能你可以基于我们彼此的信任 你会觉得那我肯定不会赖价 那我已经会还 所以不需要写任何的欠条 也不需要去欠什么合同 好就会把钱借给我 那然后我在约业的时间之内 比如一年之内 我就会把钱还给你 可能我们就是多年的好朋友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那可能企业企业之间或者经营重大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需要去签订新的借款协议 那么我借多少钱 然后可能会涉及到新的利息 签订好协议之后 然后 钱借给我 那我去用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如果我没有还 那么你就会通过这个协议去法院 去请起诉 然后去删方 等等这个过程 那最终 可能 比如说处事 我去把钱还掉 或者如果我真的没钱 那可能就会强制的 比如说 把我的一些其他的资产 把他排排掉 然后还给你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传统的这种合约 那自动合约呢 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可是他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因为他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在了链上 那我们写好现在的一套程序 把它放在链上就可以了 时间一到 他就自动就可以执行 那这个就是 这个区块链 或者智能合约的一个优势 那么他 我直接把我的这个抵押的资产 写上去 还有就是 我是不可能赖账的 而且我的这个程序 一旦放到链上之后 是不能改的 不能说 比如说 我说一年还 好那我现在 觉得一年可能 三年还休息 改一改 那其实是不行的 这是我的程序已经分在链上了 这完全改不了 而且呢它是透明的 因为链上的信息完全是公开的 当然它只是公开的是代码什么东西 那么你任何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区块浏览器 你就能看到在链上的 存储的任何一个东西 只要你有这个先用的合约地址 或者前帮地址就可以了 还有特点就是它是 一直在运转的 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 除非这个链没了 这个链没了 这个链 那这个链 就是又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它是一个确实有化的链 所以说它这个链本身 只要有共识在 就是有很多人去信任它 愿意去 去用这个链的话 其实它就会 一直的永久的运行下去 那这个就是智能合约的一个 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是优势 好的 然后再有一个这个图 简单的就是我们在应用过程当中 说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东西 就是首先你可能开发者 你需要去开发一套先的资能合约 那你用这个以太坊 那就用随便的语言去写这个合约 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一套代码 写好了 比如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我要写一套先的代码 然后我要把这个代码 去部署到这个以太坊的网络单中去 这个部署到虚拟机里面去 部署上去之后 那这个合约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 它已经在这个网络去运行了 运行了 那么然后这边呢 你可能需要有一个DF的前端的这个页面 那你需要去使用它 你要去触发它 那么它使用 然后通过接口的方式去调用 你部署在以太坊的合约 去调取这个合约的 你之前可能设定好的各种各样的新的功能 调取过来之后 然后就用反馈一个结果 又反到你的这个DF的前端上去 这个就是整个的智能合约预计的过程 实际上其实如果你是程序员 或者一种程序开发的话 你会发现它好像跟我们现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程序 编程的一些应用 其实运转是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自己现在自己的比如说你可以去访问电查我的网站 那么实际上它是它就是一套PHP的程序 一个网站的发布系统 那么我把这一套代码放到我的中文化的服务器台中去 然后我通过域名解析到这个服务器上面去 然后那你访问这个域名就可以访问我这个服务器里面 我部署下去的我的网站程序 那然后这个程序呢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发布的一些文章 它就会在前端就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去看 你浏览这是这就是一个行为 那它就会通过程序 就调取我的服务器当中存储的我的文章的一些数据 同时呢我也可以写 那我用通过前端的方式我写文章 然后才发布 它其实同时也是一个合约调整的过程 所以实际上这个为什么它称之为的APP 其实它就从使用场景角度 其实跟APP的使用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因为以太坊呢 它背后的这个这个服务器 它是区块链网络 它是分布式的 我们现有的这个区块链网络 然后我们现有的这个程序 其实它是中心化的 我们自己在上面是一台服务器 那如果我这个服务器坏掉了 那你可能反不了了 但是以太坊可能不会 因为它是分布式的 它不存在说某一个节点换了 这个网络就不能用了 那你这个节点可能比如说停机了 那边可能会有新的节点加入 它是一定是永远是动态的 像以太坊应该是大概有2万多个结页 所以也就是这个整个区块网络 是一直运行存在的 那么这里就顺便再提一个就是一个小故事 也就是说也就是维塔利克 为什么会创立以太坊的这个这个原因 但这是房间的传闻啊 这个我我没有看到它的原话的视频 或者原话的文章啊 但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度还是比较比较多的 就是那因为维塔利克呢 他喜欢玩一款游戏很火的游戏 现在也很火啊 就是魔兽龙霸啊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啊 如果你玩过游戏的话 会有很切切的体会就是 那么任何游戏啊 那魔兽龙霸这个游戏呢 它同样会不断有贵的版本迭代啊 它会推出新的英雄 推出新的玩法啊 同时呢 它也会去修复一些原有的一些问题啊 尤其是这种MMORPG的这个游戏 大型的网络游戏啊 因为它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打架 对吗 那然后它就会经常会有这种 比如说我下一个版本 我推出一个新的英雄 这个英雄的各种各样的技能 都会比现有的强 它有相克的这种状态 同时它还可能会 改掉你原有的这个英雄的一些属性啊 那这个时候伟大力他可能就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在这款游戏里面 他练了很强的一些英雄 但结果在下一个版本当中 他这个英雄就不那么强了 那他就很很生气啊 他他就他就突然发现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 用区块链这种分布式的网络 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因为你你你你中心化的话 就你想改你就改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你看第一期我们说web3 为什么说web3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就是你放在链上之后 这个东西就不能改 任何人也不能去修改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这种资产 在链上的就是你的 好那么然后我们就说 基于这一套相应的智能合约的话啊 那么它会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实际上以太坊从2015年主网上线之后啊 其实头两年也都是在不断在摸索的啊 其实一直都是没有什么呃 相应的真正的应用场景在在里面啊 直到2017年应该是呃 17年的下半年吧啊 或者说如果从整个的行线角度就 因为我们刚好是18年进来的嘛 就是17年那一年是有一波很大的牛市的啊 那个牛市当中以太坊其实 这个应该是起到了一个非常自观重要的作用 就是第一个应用场景就是 12420这个代币的标准啊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说的 比如某一个项目好 那你的代币是什么 你的token是什么 但实际上是在以太坊出来之前 是任何的这种项目或者人 不是那么容易去发行这个先用的token的啊 12420是以太坊上相当一个标准啊 在这个修货量网络当中去啊 其实它也就是一种智能合约 实际上它是一个合约 你简单超约就是啊 可能任何人你只要去符合啊 这个合约的标准你去几行代码 你就可以产生一套 一套自己的代币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啊 那我可以很简单的我有一键 我就会发一个t啊 一个代币然后我会设定 比如说我这个代币啊 发行量是10亿枚啊 然后有多少多少亿枚啊 可能在这个呃 所仓状态 然后六个月之后啊 每个月释放多少等等 这些都是基于这个12420标准啊 一套代码就可以实现了啊 那么这个也就是2017年当时啊 哎 那么我们就发现很大量的这种创业者 或者说我们是项目方发现了这种方式 所以我这里提到一个就是它对标的 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呃 呃传统的这种创业创业机构 或者说呃创业者项目的股权的这种方式 那我我不需要去去设定任何先生的股权了 那我自己要设定一套我自己的token发行的标准 然后呃通过公开募集的方式啊 这个其实在比特币斯呢 以太网本身就是通过公开募集的方式去募集到这个钱的啊 其实其实在比特利克在做以太网的时候 他首先发布的是他的白皮书 然后告诉大家我要干什么啊 然后建立一个小的团队 然后做一些技术的标准 然后那时候我要去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人愿意支持我啊 然后其实就相当于重筹募资 然后你支持我之后 我就可以用我的这个token作为回报啊 还给你啊发给你 然后等我这个项目上线之后 如果我的成功了运行的好 你的这个token代币的价子就会涨很多 那么以太网本身其实也是涨了这个很多倍 相当于他自己就树立了这样一个样板 然后他推出了一二二人标准 那么就开始有大量的这种项目方啊 都是这样的 其实特别像我们98年99年 就是第一代互联网大潮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称之叫PPT融资啊 因为那时候从美国也引进来 叫风险投资这样的概念啊 在美国其实是比较成熟的风险投资 就是在你创业刚开始啊 产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投你一笔钱 然后我可能在你比较大的一个股 然后当你产品做出来之后啊 推向市场啊 反正很好 这时候你的估值可能上来 那我的股权债别就比较 就能获得现在收益 然后你可能第二轮第三轮到这种上市流通 它是这样的整个过程 那12420token出来之后呢 把整个这个过程直接就说到了啊 其实相当于我一下子就上市了 我可能产品我还没做出来的 我一个白皮书 我就发现了我这个token 然后发生之后 我这个token就可以在当时是中金化交易所 因为它是只要你这个交易上过以太坊 去支持以太坊的话 因为它这个标准是通用的 你就可以开通我这个token的交易 所以就开始有大量的项目去发行自己的代币 然后去募资 然后当然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空气片子等等 但是它也极大的繁荣的整个以太坊的网络 就就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让整个以太坊的价格也会大大大量上涨 那它的用户量啊也在大量直接在应该说是几何几数的上涨 因为你只要发一个项目那可能只要有人参与 这里就带来大量的用户量 所以这是以太坊的呃 从应用层面是第一个啊非常重要的 而且到现在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啊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合约啊 好那然后第二我们说这个token呢或者这代币呢 它也可以映射成一个项目的股权啊 它代表着说你持有token你就持有拥有这个协议 这个项目的相应的一个权益啊 它是叫同同质化的都一样啊 我们的代币给我发个T 我们的t我也我们你有100个p我有1000个p 我们都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从技术上都是一样的 哎这个时候就又开始有另外的开发者会去探讨说 哎那我能不能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 这个时候又出来了叫erc721这个标准啊 其实也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啊可能很熟悉的词叫nft啊 就是non-foundable token啊就是1220呢 那实际上是可以称之为ft就是foundable token 同质化代表nft呢就是非同质化代表啊 其实他们的核心的机制原理是一样的啊 但是呢因为nft它是你每一个nft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时候它就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啊 啊那么最最开始想到的其实就是加密艺术啊 就艺术品那我画一幅画啊 那么我们知道这传统的就画作也好 艺术品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高仿的呀假的呀 骗子啊怎么办哎那么我做成一个素质艺术品 发到链上啊这个时候因为它是不可篡改的对吧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区块链特点 你发上去了就没有人能改得了它已经放在链上哪怕你是作者 你也是不能改这个nft的啊只是它可以证明是你所有啊 因为它在链上你可以对应一个先生的前方弟子 所以呢也就是最开始这个加密艺术最开始使用的 还有一个场景其实就是游戏啊 当时呢也是因为有另外一款游戏啊叫加密猫的一款游戏 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玩游戏可能在游戏里面一定会有各种道具嘛 那不同道具游戏像皮肤啊这个大家玩游戏可能会 有的人就喜欢比如说我一定要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皮肤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哎他就跟非常符合nft啊 也就是这个721标准的加一个非同时报纸戏比 每个人每一个图片都是不一样的编号不一样啊 你就是唯一性的啊而且我就通过自动合约的方式 比如说我发行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类型的nft啊 那么现在最火的比如说叫我们习惯们叫猴子啊 优格labs发布的啊那么他就发几万个 我就不会再任何这么发了啊 这个时候他有相当的稀缺性啊 然后又他有这个应用场景 所以他就又可以实现交易啊 因为他只要放在链上发出来啊 他就可以进行自由交易的啊 这个是没有任何人能去控制得了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 当然一定会有一点点的炒作成分在里面了啊 买的人多他价格就会上涨啊 所以也会出现这个涨了几千倍上万倍的nft啊 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好的就是让更多的不了解 所谓的人开始对这个感兴趣了啊 想了解一下怎么回事为什么回事啊 所以这个是呃第二个现在啊 比较成熟的一个一个领域啊 但其实他还现在还很小啊就是 好那第三个呢这个呢是在基础行业的人 应该是有很很这个呃切身的感觉的啊 其实就是我们把它叫defi啊 他其实就叫去中间化金融啊 fine的就是finance嘛 地区是decentraland就是去中间化金融 因为去过来的特点其实就是这个不可创改啊 分布式啊完全的去中间化啊 就是他不需要信任我们俩不需要信任 因为有有有链在这里啊 就是代码就放了一个链上 把所有的东西放在链上的话啊 就是我们你可以理解我们只要先生这个链的代码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认识你啊 就就可以实现在传统金融里面很复杂的链就用 其实最典型的啊 第一个呢是交易 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交易啊 比如我要买东西 你在在区块链上的其实就是 token的交易代表交易 比如说你你有以太坊 好那我要买你手里的以太坊 啊那在传统的这个这个世界当中 比如我要买你的东西啊 如果在互联网上啊 我不认识你那怎么办 那我会担心说 那我给了你钱你不够发货啥办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淘宝一定是绑了支付宝 绑定了支付宝之后 它才爆发生的增长 就是因为中间有个信任的关系啊 那如果淘宝出现的时候有区块链的话 那可能根本不需要支付宝了啊 因为我把钱放在链打在链上 一个资讯合约里面去 然后你把货发给我啊 通过同样链上 那我说到之后 这个资讯会制度就把钱打给你了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出来的最大的好处啊 还有一个这最 这个明显的应用场景就是借贷啊 或者说你可以一个银行 那我们知道我们现有的银行 其实核心的 银行的商业博是非常简单 对吧 他其实就是赚利差啊 我们储户把钱存在银行啊 他银行可能最多啊 一年可能给你百分之一点几的利息 对吧 然后他这边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的 就是利率去贷款给相应的企业 他中间可能这个他其实就是着手倒右手 他就赚个百分之二 利润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么那当然他为什么他能做这个事情 其实是因为他背后有国家帮他背书 啊有这个银监会啊保险会 那么国家政府他会有一条非常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这样一个规则 来去保证说这个银行肯定不会把你的钱就倒闭 或者说你的钱存在这里 你就是一定有保障的啊 这个实际上是有这个国家背书 历史上其实也是出现过这个银行倒闭啊 或者破产等等 那这个时候呢 国家或者政府那你必须要站出来 要保证储户的利益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金融当中的银行 那但是有了银链就很简单了 对吧那我把钱放到链上 然后你呢通过智能合约啊一个合约 那这个现在比如说在在这个以太坊上 就出名的像阿比康胖这样的一个借贷的协议啊 我存进去 然后你借出来那这样的话两边其实 他实际上这个协议赚的也是立仓啊 但是因为啊他去除掉的银行中心化的那么繁手的机构 这样的话就我存起来我的利息比原有的肯定会很高 然后然后我我借钱呢我也会比这个原来的一方面更简单啊 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呃银行贷款 其实整个流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 各种各样的你还要抵押这个验资等等啊 甚至你都还贷不到啊 那么但有内容就就很简单 那么你只要把你的一些数字资产抵押进去 那他有限定的你就获得限定额度 你可以随时贷带出来 带出来之后你想还随时可以还 然后他中间通过一个一套资论合约去运转 这个利率呢就可以浮动的变化啊 这个是最长这个现在应该说运转的是非常好的 像阿威整个的这个链上的自家的资产应该都已经几百万美金这个这个规模了啊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啊 但是如果对标对对对标传统金融 他还是有很大的政党空间啊 那好然后这三个呢 其实是现在相对来说已经是被验证了的很成熟的一种场景 但实际上基于我们这个提到的区货链这种特点啊 不可创改分布式啊无需信任去中间化的一些特点 然后以及以太坊所实现的这种资能合约啊 基于图留完备的这种程序去实现任何的一种一种场景啊 所以开始有大量的这种创业者或者开发者啊 基于这这几个特性啊都在去尝试的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可能听到的名词比如说gamefi啊 就是我们喜欢把称之为区块链游戏就是链游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NMP其实也是很适合在链游戏上是使用的啊 那么呃gamefi的就是把游戏跟那个defi的模式结合在一起来去促进整个的游戏内的生态啊 这个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项目都在不断去尝试啊 其实虽然但目前我觉得还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或者成熟的啊 运行的非常好的一个游戏的这种模式 但是啊啊短期阶段性的还是有一些不错的游戏的啊 所以还会有很多更各种各样的新的啊 还有还有可能类似什么socialfi啊啊 还有什么x2n啊啊等等 其实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尝试啊 那么我们所提到的整个web3产业啊 其实也是很期待着说能够把新货链智能合约这些优势啊 能够很好的发挥大家的这种出名材质结合在一起 能够产生出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 或者说比现有的这些我们传统的手机端或者中间化的app 可能还有更好体验的一些产品啊 这个是我们后面应该说是特别期待的 好那然后呢我们在所谓的这两天正在发生的以太坊2.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哎这么多的好处 智能合约啊以太网这么多好处 那那为什么到现在其实可以说发展还没有那么的如火如荼 对吧像以太坊上的链上的钱包地址 其实也也也也才突破一亿个啊 就是全球的加密用户可能啊其实是不到一亿的 因为地址是一亿个但是可能每个人他可以生成很多的钱包 因为他没有那个反手的注册啊这个流程 那么比如说像至少我自己都有五六个钱包地址啊 所以说那么他还没有那么的好啊 为什么没有那么好啊其实一方面啊 是因为他整个的使用体验还非常复杂啊 要撕药啊朱吉词啊等等 另外就是核心问题就是以太坊整个这个区块的网络啊 我们还记得前面我们提到过有个不可能三角啊 就是你要实现去精进化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性能可能就很弱啊 我们喜欢把它称为tps啊 对以太坊虽然这么好 但是啊他的tps是非常低的啊 整个以太坊网络呢啊 因为以太坊我们还是有个代币叫eth嘛 那这个代币是干嘛的呢 实际上他这个代币他 总要的用途是在以太坊呢 我们把它称为叫gas费 就是我们转账啊实际上还是要收这个手续费的吧 像比特币是需要收取费的 那么以太坊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不管是智能合约交互啊 他一定是收这个手续费的 只是以太坊呢把它称为叫gas费啊 然后呢啊 因为以太坊上有各种各样的应用在上面去使用啊 他需要去租用整个网络的计算资源 这个时候这个gas费 他就通过这种gas费的方式去调节啊 就是简单理解呢 这个网络用的人越高 用的人越多这个gas费就越高啊 那现在比如说尤其像去年这个特别火的时候 对吧最最贵的一次就是在以太坊上 你去执行一次智能合约的交互操作 一次的gas费就要200美金 现在便宜点的 他其实一次还是要几美金 所以你也就是说你每一次的智能合约交互都需要花这么多钱的话 那那那肯定就没有人使用了呀 对吧那那像我们如果正常的这种呃聊天对吧 我发一句就给你你发一句给我 发一句就花200美金 那肯定没人用啊 还有就是他速度很慢 如果一旦用的人越多 这个这个区块呃这个确认的速度就会很慢啊 那一笔交易你你你如果不提高官司费的话 那你可能几个小时都无法确认 这个就是以太坊的呃原有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啊 所以其实实际上以太坊这样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也在他的计划里面去了啊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呃第四个阶段 然后我们习惯性把他成为2.0 那这个呢是就在这两天可能就发生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变化之后啊 那可能才会实现啊 我们提到的一个叫真正的世界阶级 这个变化呢 其实是还是分阶段的啊 我们这一次最近要变的 其实就是他的核心的共识机制的变化 就是由PUW变成PUS PUW呢那其实就是挖矿啊 就是用用这个计算机去挖矿 那么在上一期我们将计算比例比提到过了 就是这个挖矿的机制呢 实际上是非常消耗能源的啊 以太坎虽然整个全网虽然也没有比例那么高 但是也非常高了啊 他是用显卡挖矿的 就是造成了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啊 简单说就是你一台想显卡矿机啊 那可能就要这个呃 好啊一两万块钱 然后你其实就在那运转 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个 一铁一铁 其实没有没有任何的作用啊 那那现在整个全世界都在去 这个呃炭中和炭排放啊 所以这个PUW变成的机制啊 其实是呃我们可以以为是已经是落后的一种方式啊 所以在这一次的最重要的部分是要转成PUW PUW呢 我们简单的理解是要叫这个资产证明就是 你把你的以太坊锁到这个链上 然后你就可以参与整个链上的字笔投票啊等等啊 你只要有三三个以太坊 你就可以成为其中一个节点啊 这个时候这个节点呢 他就不会像PUW呢 他不是用这种呃 算力竞赛的方式啊 然后每一个节点都会随机性的有出发的权利 那么每一个节点都会用用起来啊 这样的话他有大大的节约的能源啊 可以理解为节约的99%啊 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然后转成PUW之后啊之后 那么后面才会有它的扩容 就是整个去提高一个TPS 把这个呃应用的使用的效率提高的方式啊 这个时候呢会涉及到分片啊 那还有就是现在呃大家提的更多的叫Layer2啊 这个时候分片跟Layer2之间相互配合 那理论上啊按照之前 你才把开发者去分享的就是如果啊 POS成功 然后分片到明年啊分片也实现了 然后在那边跟Layer2去结合到一起的时候 他可能可以实现将近10万的TPS 那这个时候那才有可能实现他真正的啊 叫世界这个这个想法啊 那可能那个时候 你你你可能可以运行大规模的应用 各种各样的应用了 而且是在全世界方面之类的啊 所以整个的呃呃2.0还是非常非常期待啊 就在这两天 然后详细的关于爱德联统 可以看我之前做过一些新人的分享啊 也可以在网上去看一些别人的一些一些介绍啊 整个的过程呢还是非常复杂的 其实已经呃推迟了好几年的这个时间了 呃最后呢 再呃分界几个呃一些呃 新人或者说大部分人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啊 可能呃这个误区呢 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剛得你去使用 或者说对于web Rebecca的理解啊 但是呢你搞懂之后 至少你要对于后面其他的这个球链啊 或者说攻略才更好的去去学习吧 嗯 首先第一个就是 现在的以太坊上所有的GIF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去中情况 包括NFT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现在有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网站 或者APP 其实它是通过几个去结合在一起 就是前端合约 合约我们可以以为程序 以及数据 它们整合在一起 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 可能是一个网站 比如说链铛网站 它前端是有先进的BPM页面去实现的 然后背后是有合约 或者是程序去执行 去运行这个 你就阅读 或者说比如说你去B站 去登录 这些其实都是程序去运行的 那以太坊上也是合约 然后运行过程当中 其实是要数据存储的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视频的文件 图片的文件 对吧 我一个网站可能只有logo 上面可能有图片 一篇文章里面可能有很多样的图片 这些图片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数据 现在 以太坊上的所有的DF 其实真正的放在链上的 其实只有这个合约 只有合约是放在链上的 前端跟数据 大部分的DF 其实都还是放在中心化的服务器当中去 有少部分 像AMP有一部分 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叫分布式存储的项目 它会存在那里面去 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回去具体缺少 但现在大部分其实都是 所以它并不是完全均匀化的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自己 我在18年开始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去体验各种各样的NFT 就是去玩游戏 然后采成NFT 在我的前端地址里面就会有很多NFT 那然后今年呢 NFT开始火了之后 然后我去那个看一下我前端里面 我发现我前端里面有一堆NFT 但是这些NFT在前端显示的时候 全部是差 就是不显示 不显示原因就是 NFT其实就是图片 对吧 这些图片它其实是存储到原来存储到某一个中间服务系里面去的 然后那个服务系它可能已经关掉了 或者它没有去费了 所以现在程序也是一样的 你可能使用的一些程序它前端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这个NFT这个前端交易程序 它前端的页面 其实可能还是放在中间的服务系里面 所以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说 为什么这个不是号召去中间化的用吗 这怎么还会有当机的这个说法呢 或者还有访问不了的说法呢 其实它可能是前端的问题 甚至玉米它也是重新化解析的 所以现在的还没有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新的一些技术机构 不断在探索怎么样去把它所有的东西全部去重新化了 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项目了 第二呢就是以太坊的Token了 这个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在意 就是它整个Token的发行机制其实是无限蒸发的 它不向我们理解了 就是我们知道比特币 我们都说2100万枚就这么多 它不会洗死了 写在链上是不能任何人不能修改的 这也是它创造出来一个目的 就是就是为了去对抗我们现有的传统的法币 就是任意去滥罚超发货币这个这个原因 但是以太坊呢其实它是无限蒸发的 只是说在以前就以太坊整个发行机制其实很简单 就首先它是通过公募的方式 当时是一个比特币好像是买2000个以太坊 募了一大堆的 那个时候其实就发行了大概6000多万枚以太坊 然后呢它又大概有20%左右的 就是1000多万枚以太坊是留给这个以太坊基金会的 就是它工作人员它需要写代码要发工资的 然后它就因为它就是POW挖矿的机制 所以它其实是每年 它是之前是一个区块5个以太坊 现在是两个以太坊 也就是说每年大概蒸发可能将近百分之 应该是5%到6%左右吧 就是这样每年都这样蒸发 它是没有一个上线这个说法 那么这一次的2.0的更新之后 就是POW转成POWS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它这个蒸发可能变成通缩 就是在不断的减少 原因是什么呢 但其实不是它没有蒸发 而是因为它蒸发的速度已经低于它销毁的速度了 这个是因为在之前 你太坊的这个核心的代码做了一次升级 它增加了一个叫EIP11559的协议就是你在每次交易的时候呢 你花的这个盖子费有一部分是直接就销毁掉了 之前的EIP11559的时候呢 你交易的盖子费有一部分是交给这个 交给这个矿工的 是矿工的收入 那现在没有挖矿了 那就是说交易的这个你支付的盖子费呢 可能就一部分就自动就销毁掉了 那因为现在以太坊生态应该说目前是最繁荣的 就是它每天的销毁的量就很大 其实到现在历史这个自从EIP11559上线之后 其实已经销毁了大概几千万美元的以太坊 那么然后因为它转了POS之后 原有的挖矿的那个蒸发的量就减少了大量的时候 所以它这个POS增发的东西的量呢 已经可能会低于这个销毁 所以它变成通缩 这个是它现在整个Token的这个变化的一个机子 然后另外呢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其实不能称之为认知无序了 是我的一个认为或者是理解 就是因为经常会有人 就是如果你最开始去了解Web3 其实可能会有人说 那未来可能大家都在一个链上 这供链它就是一个完全公开透明的 大家都在这个链上 所有的应用都在链上 但实际上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有很多条各种各样的供链 有以太坊 有这个阿罗纳 有尼尔 有波卡 有Cosmos 其实有很多 那么这些供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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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 那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说 操作系统 安卓操作系统 IOS操作系统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华为的链链操作系统 是这样子的 其实在安卓跟IOS之前 肯定还有很多操作系统 包括PC端 如果老业的网民应该有印象 就是除了这个微软的温度之外 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叫Linux 这个超级系统 还有一些 只是说在市场竞争当中 慢慢慢慢的 那个整个生态的问题 或者程序的问题 都被替代掉了 供链其实也是一样的 现在呢 其实还是有好几十条 甚至上百条供链 他们都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说 比如说如果说我在 以太坊上在去持有的token 或者说我在用的一些场景 在另外一个链上 它其实是没有这个 你是不能使用的 当然这个W就又出现了一个 叫我们称之为 跨链桥的一个作用 就是它可能需要通过跨链桥 你才有可能把自己的跨过去 所以未来有可能就是 会有多条供链 就肯定不会说只有一条 就跟我们现在 手机端超级系统一样 对吧 它可能有这个安卓 也有LS 那出国内未来可能有 以太坊 或者还有其他的 然后它每一条链 有完全不一样的应用场景 那么毕竟这个整个技术的发展 还是不断迭代的 你可以理解为 以太坊其实是基于比特币的一次大的核心 那么我相信未来一定还会有些新的 基于以太坊的升级 以这个新 现在其实有大量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以太坊杀鼠的攻略 但是其实都没有实现 但是他们都还在努力 还在不断做新的创新 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就是 以太坊还有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它的性能问题 TPS的问题 然后它的Gas費的这个问题 因为用户量一大 但是就会高 还有呢 就是它的这个 智能合约是不能够修改 但是你如果你去 不管是软件还是游戏 其实你很难保证说 我一次开发完之后 就再也不需要更新迭代了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看 现在的一些这个以太坊的一些 这个DeFi的优优 它都会V1 V2 V3 不断版本迭代 它每个版本不是基于原有的合约 去做一些升级 它必须要部署新的合约 你需要手动去把你原有的 合约里的资产牵引过去 这个其实是很麻烦很复杂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工业 直接升级什么 就可以完成链上去升级 我这个产品应用 那所以说 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者 或者说革命者 但未来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 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的 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能够真正的让这个区块链 把这些性能真正的利用好 好 那么我分享大概其实就这么多了 所以说 综合来说就是 其实因为有了以太坊 有了自动合约 有了这个EVM 是包括他自己开发的这个语言 手机地体 才有各种各样的 花样百出的DiApp出现 才有我们现在所期待的 Web3这样一个大的领域 所以 基于现在这个一套 整体的工业或者网络 还有大量的 应该说未知的 值得我们 这个发挥这些开发者 或者创业的 聪明的材质去 把它用起来 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一些新的 更好玩的 DiApp 如果你 你也在做些人的东西 或者加入 DiApp的群